欢迎来到国际贸易简易学Simple Exim 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课题是有关于全世界第二最大的经济国家 没有错,它就是中国 今天我们将谈一谈中国现在的国家经济状况 那么中国到底是经济好还是经济不好呢 那么根据中国的国家总理 李强在1月17日2024年 在一个forum里面他透露了 在2023年中国的GDP growth rate是5.2% 相比于政府的预测5.0% 这意味着政府在2023年已经密到了他要有的target 这个其实后面的原因是 因为2022年他有start一个low base low base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 政府还在研制管理people movement 因为他们还在实施着这个清零的政策 人民还没有可以自由的活动 从一个省去到另外一个省 而且去到国外 所以他start very low base 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 他是可以得到5.2%的GDP growth 在2023年 那么其实中国的经济是好还是不好呢 那么根据这个路透市的报告 他们focus在2024年 就是今年啊 GDP应该是4.6% growth 来到2025年是4.5% growth 意思是从现在2023年的5.2%到2024年的4.6%到2025年的4.5% 意思是什么 每年都在降GDP growth的forecast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allowed people movement这个stop了 当政府没有再管制人民的movement的时候 我们都会认为人民开始有一个报复性的消费 还有国家经济反弹的现象出现 但是事实的真相是 这个没有发生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forecast里面 一直在下的GDP 2023年会有5.2% 2024年会有4.6% 还有2025年会有4.5% 那么现在我们来谈到底中国发生什么事 中国不是一路以来都有差不多有double digit growth在GDP吗 为什么一直下下下下 到底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来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这个总共有四大原因 我们勾出万百万 第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衰退 这个很明显 假如大家有看报章的话 有看一些报道的话 这个应该是很热门的话题 大家都应该会需要知道这个话题 那么这个房地产在中国到底它衰退到什么情况呢 大家都在讲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要破裂了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课题 因为这个房地产在中国 contribute它的国家经济四分之一 你说是不是很重要呢 其实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 房地产其实有泡沫的迹象出现 其实有两个迹象的 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它的开工率非常的低 就是讲在2023年 compare 2020年 它的开工率只是35%而已 另外 property sales就是房地产销售2023年compare to 2021年 它的sales drop了40% 所以作为一个经济大股 它的percentage drop到这样严重 其实是敲醒了一个警钟 大家应该要证实这个问题 不然这个经济就会继续垮下去了 那么OK我们看故事的背后啊 为什么这个房地产突然间会有泡沫 会有要collapse的情况出现呢 其实当中也是有好几个原因的 OK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啊这个很宽松的贷款 allowed给这些发展商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很容易就会批这些贷款给发展商 就是它的requirement 它的entry level很低啦 它不需要很严谨 可是就很容易批给他们 so他们就很容易拿到那个贷款 之后他们就会approve那些地方政府去买他们的地 然后去做发展 做development 当他们有了钱之后他们就可以买到地 然后他们就可以发展那些地区 钱又容易拿到哦 你as a发展商你会怎样 一直起咯一直见咯 因为钱又容易拿到地方又容易拿到就一直见见见见见 见到一个extend之后泡沫就发生了 泡沫发生的后面原因又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都不要结婚 都不要生孩子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结婚 拼金很贵 生孩子 养育孩子 费用很高 所以这些原因都造成现在年轻人宁愿不要结婚也宁愿不要生孩子 当他们没有成家历史 他们就觉得我住或者是我住爸爸妈妈的屋子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基线会造成房子过剩 屋子越间越多 但是没有人买就是供过于求的情况会出现 但供过于求之后呢 发展商就收不到钱 收不到钱呢 就是到处都会看到很多已经建好的房子 雕孔 卖不出去 或者是有些是见到一半停掉了 这些情况都到处可以见了现在中国的情况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developer收不到钱 他们就没办法还他们的债券 结果就面对债券违约的问题 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其实 as a 人民 尤其是你居住在中国 你都会把这些看在眼里 因为你看到整个经济市场好像真的整个情况不一样了 好像经济不是很好哦 so 你as a consumer 你就会觉得我还是把钱收在这里pocket比较安全哦 然后或者是你会觉得我还是不要投资比较好 因为我怕我会投资哦 马上那个房价就掉哦 就是你会很怕吗 刚刚买它就掉 刚刚买它就掉 你就担心哦 这样我宁愿不要买比较好咯 所以as a consumer你就会有这样的心态 我还是看着办先 我就是静观其变 看看先怎么样 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 结果那个房地产就collapse了 这个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已经有好几年持续的在看到这个迹象出现了 OK 那么这个就是第1个factor 房地产 泡沫 OK 第2个原因是 内部消费低迷 这个呢是我们要先讲回一些历史 就是三四年前 当COVID-19发生的时候 中国就practice 封城 就是 不给 人民从一个省去到另外一个省 就是管你在一个地区罢了 然后 这个就造成整个国家经济 还有消费直接垮掉 直接低迷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effect其实蔓延到金丝金的2024年 COVID是2019年 2022年的时候开始 到现在已经是三四年的 那个effect我们还可以看到 来我们来看三个大的牌子 其实你可以看 iPhone 苹果的产品 以前在中国 一出一个新产品 中国人都是大牌长龙 需要买那个最新品牌 最新的model的苹果产品的 但是现在 你没有看到人潮了 在2023年 Quarter 4的时候 Apple product 它的售直接 Drop了10.7% 所以这个情况其实 是大家都大吃一惊了 最近假如你有看到暴涨 或者是一些news 你会看到 苹果它有一个limited promotion days 就是讲 它一天里面 就是只是 Limit to that 一天罢了 它给你一个promotion USDollar 70块 当你买这个Apple product 或者是iPhone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 但是因为金丝金的 那个销售太差了 这个Apple product iPhone 没有办法 它都是做limited one day promotion sales 这样子 但是你看到那个人潮也是没有 也是没有人要去买 买的人也是很少 为什么呢 Consumer现在的想法 已经不一样了 Consumer觉得 我其实不用时常换电话的 我其实只是需要一个 可以耐更久的电话 所以现在 他们的behavior buying power 已经没有像以前 那么强 而且那么疯狂 去追这些电子产品了 那个trend已经是不一样了 OK 那么我们来看第2个example就是 Tesla Tesla呢 在2022年 Quarter 4的时候 同一个Quarter里面 它仅价两次 假论有看一些social media 或者是一些news 你会看到那些Consumer 直接在那边complain 我刚刚 买你的Tesla 然后我去拿车 拿了车你掉价 而且不是掉一次你知道吗 Quarter 4 for 2022 它直接掉两次 这个是不是很radiculous 但是这个 确确确发生在中国的Tesla 第3个example就是 BYD BYD就是Tesla最大的competitor 也是不例外 在2023年的Quarter 4 BYD也是大幅度的降价 它敢敢呢 在Quarter 4直接降价 然后直接给你一个 2万块人民币的discount 你看 可以去到那么疯狂 他们直接砍很多 然后来刺激那个市场 希望你可以跟他买 可是market也不见得好转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 其实 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现象 因为 已经看得到 这意味着 中国的 通货 紧缩 或者是我们英文叫 Deflation 已经发生中了 OK 第3个factor造成中国经济不好 是什么呢 就是 中国 打压 私营公司 是全面打压私营公司 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 因为国家都希望 私营公司做得好 希望你们成长起来 然后你contribute多一点 给国家的GDP 因为你可以做多一点export 还有刺激本地销售 还有制造多一点就业机会 这些都是国家希望看到的 但是中国 你在中国 本地做生意 你access 私营公司 你越强大 中国政府就越怕你 越怕你是什么 当私营公司越来越强大 你就会威胁到 政府的公司 尤其是他monopolize 的business里面 在中国呢 其实有很多business 是monopolize by China 自己的 比如讲 中国大部分的土地 其实是 中国政府拥有的 所以有一些example 你可以上网看那些news 这么多年以来 有很多 很成功的私营公司 比如讲 阿里巴巴的创办人 马云 和 绰号 巴菲特 的 郭广昌 他们都曾经 消失了好几天 或者一段日子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哪里 其实他们是被逮捕了 他们被国家政府逮捕 然后去 调查他们 你可以 想像假如你是那家私营公司 你一下子被逮捕 你没有做错事 你的做错事是因为你公司发展的太好 所以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很miss的东西 你越做越大 你越提醒掉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被抓掉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 私营公司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他们开始担心 也好像感觉 受到威胁 所以 是私营公司 他们已经开始 想把他们在中国的business 抽离 去到国外 社场 去做生意 Instead of 留在中国 因为 中国好像随时都会被逮捕 的感觉 也不敢做到太大 你可以想象吗 假如你是中国私营公司的话 你都那么的害怕 你 as a 国外 你敢进来中国投资吗 肯定不敢吗 对不对 所以私营公司 当他们 同 本地的中国 它move出去国外之后 就会造成大量的就业机会 失去了 很多人就被裁员 然后就造成很高的失业率 人民没有工作做 没有收入 然后就会影响到国内的消费 这个其实是一个连带关系 会造成这个国内消费 低迷的原因之一 来我们来看第四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 中国出口下降 中国是全世界 其中一个 最大的出口商 The biggest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 当中国都会面临出口下降的原因 那个issue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在2023年有两次的广交会 你会看到 以往的广交会都是人山人海 order收不停 来不及做 但是2023年你看到的feedback 或者当下的反应 你会看到 很心酸 你也是会吓到 因为那时候的广交会 人群很少 冷清清 他们收到的订单也非常的少 这看起来世界的demand 都好像没有很大的需求 都好像降低了 所以这造成 中国内部的厂家都面对很大的问题 就是讲 订单没有进来 但是面泡屋还是继续要走 工厂还是继续要走 所以造成整个中国的经济collapse 包括出口生意 OK从simpleexim的角度来看 其实要 正视这四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总结一下 房地产衰退 内部消费低迷 中国打压 私营机构 还有出口下降的问题 这四个issue我们要decker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一个 去针对性的 把它解决 从simpleexim的角度看来 第一个 假如我们要解决这个 房地产衰退的问题的话 我们必须要先从 家庭部门着手 这一次是 政府应该要花大量的钱 去给人民 医疗保障 还有养老金 当他们都觉得这方面得到了信心 得到了安全感之后 他们就会觉得放心 然后他们就会放心 去消费 去买东西 甚至买房子 OK 那么第2个呢 内部消费低迷 这个要怎样解决呢 政府可以考虑 reduce 他的text 然后提供 更多的优惠券 给人民 之后呢 就降低 银行利息 当降低银行利息过后呢 人民就比较 大胆去借钱 然后来消费在生活中 然后就能够刺激经济了 那么第3个呢 中国全面打压新机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topic 需要去解决 这个政府可以考虑 改善商业政策 全面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第4呢 就是出口下降的问题 中国政府可以考虑 专注于 高价值和创新产品 这一块 高价值与创新产品 比如说 电子汽车 还有太阳能电池等等 这些高价值的产品 可以提高国家的 GDP 然后可以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且可以把 国家带上另一个 更高价值的 国家value 给国外的customer OK 从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中国这个 现在的经济状况 看起来 其实真的不是很乐观 但是 关关难过 关关过 总是要去面对嘛 政府应该 加紧 去实施一些措施 来帮助人民 度过这些难关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中国是一个 one of the biggest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 最大的厂家在全世界里 当中国的 生产量跌 或者是出口跌 都会影响到我们 别的country的 国家的GDP 因为 大家都是在 import export上面都是 很重要的 生意伙伴 所以今天的课题 就大概谈到这里 你有什么意见发表呢 你对 中国经济的 期待有多高呢 还有你有什么 解决方案 在你的脑海中有想到可以一起来分享的吗 我希望你把你的留言 写在下方 我们一起 交换角度 好不好 OK 假如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现在你可以去订阅 SIMBRA EXIM 国际贸易 然后也把这支 影片 share出去 我们 下个星期再见